女子從計程車上摔到路面 躺在地上久久無法站起 小黃駕駛還上前拉他一把 沒想到他隨即抱著包包 跳上一旁剛到正的中九公車 心色匆匆 宛如就在討難 九九女方 你做音樂好不好 開門啦 上了公車也無法平靜 不斷拉扯公車前門門把 喊著要下車 就算駕駛出言關心 他卻還是置之不理 好心乘客發現女子東西沒拿 上前提醒 但是女子卻說不要了 直到公車到正 小姐有個東西嗎 一下車頭也不回 直接跑走 但他口中說不要的這袋東西 竟然是這個 藍色提袋裡 裝著19050元 公車司機拿進總站辦公室 也嚇了一跳 趕緊報警處理 警方透過鈔票上的捆鈔帶 找線索 發現26號這名女子 先到郵局領了145萬 27號又載搭計程車 到了南京東路 又轉搭公車 但另外還有45萬 錢從哪來 警方可要調查清楚 有這個145萬 是在這個大橋頭郵局 這邊來提領 其餘的款項 我們還在做 以最嚴謹的態度來做追查 由於金額過大 警方警示不敢以一般疑事物處理 這名48歲的正姓女子父親 認出行車記錄器畫面裡的婦人 就是自己女兒 卻不知她為何要去提領拘款 警方也將等到婦人精神狀況穩定 釐清還有45萬元的來源 再處理後續發還作業 接著也加密劉師偉台北報導